总是有人问我有没有便宜的iphone 最好是几百块的那种 其实别说是几百块 几十块的iphone遍迹都是 只是你可能看不上 就比如眼前的这台苹果八批 当年的他可比如今的苹果15火爆多了 价格一度被炒到了好几万 可如今呢 已经浪为了百元机 还有曾经卖爆的苹果6 肖像高达极一台 如今也是白塞架没人要 所以说日常使用的话 几百块的iphone还是比较吃力的 尽量从苹果插起步 那是问题不大 nice 像这台国王的苹果13外观只有轻微的磨损 比较新 搭载一束芯片 微信很流畅 电效率还有93% 品质很不错 目前市场行情三只张 这台是苹果15plus 关换机 是全新微起活的 还有c家 512g大内存 会比新机少几百块 还有这台苹果14pro 外观比较新 只有轻微磨损 搭载60英寸高刷屏 运行非常丝滑 电效率也是百分百 目前市场行情57张 这是苹果15plus卡接机 外观都是种新的橙色 没有任何磨损 屏幕也非常新 电效率百分百 目前行情38张 在我台美版的12promise 外观有轻微环痕 搭载6d轻松大屏 电效率百分百 256g单对存 目前行情34张 这是华为p50pro 外观能量没事磨损 搭载709件芯片 8g512单对存 使用体验还是很不错的 目前行情32张 这是红米k4.s 外观没有任何磨损 很新 搭载效能870芯片 12g256内存 很实惠的手机 在我台2012款的ipad pro 搭载m2芯片 10英寸高刷屏 性能体验极度四滑 目前行情49张 还有这台20款的massbook pro 外观只有轻微使用机 很亮 搭载m1芯片 8g256内存 还有这个抽空调 体验很棒 再次拿一台苹果15的新机 全新微拆分 支持全国联保 下面是收薰机机器 这台紫色的苹果十四 外观薄的很好 几乎没有磨损 国王118g电效率百分百 来自于一位四上小哥 这是苹果十一普 外观只有轻微的磨损 搭载满血13芯片 王双卡256g 新的手腕一流 苹果的小光炮 还有这个华为卖的40普外观也是很新的 搭载麒麟9000芯片 日常使用依旧流畅 耳机的话 二代的落达又六一 已经称霸市场很久了 凭债很稳定 四代是落达又六一 支持空间音频 五代是落达又六一 这样的功能很丰富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评论哦